5月27日,山西太原,中北大学的一位学生因奶奶去世,向学院请假回家奔丧,预计在家担五天,班主任,教学科均同意申请,但最终却遭学院老师李某某拒绝申请,他成最多三天。 请假截图在网络流传后,网友纷纷指责学院老师没有人请问。 5月29日,中北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,李老师基于学业紧张,马上考试等原因,所以只批给了学生三天假,老师考虑问题过于简单。 该负责人表示,目前学生已经回到家中,若学生有需要延长假期,通过家里跟班主任报备即可。 对于学生在网上发提一事,该负责人表示,发提学生不会被处理。 所以就有两个负责人,因为财字反正就已经加了个有购乱购买的期望,应该很容易给。